大家好 歡迎收看《放中國的路線連線》 這段採訪 嘉賓又是羅家聰博士 博士 你好 你好 博士 知道你風蠢婆婆回到英國 回到香港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感覺有什麼變法?是不是一切都依舊呢? 其實我兩邊都走來走去的 這次和上次不是距離很長時間 幾個月 實在就看不到什麼很大面化 不過那些東西貴了很多 如果你說天天看著價錢牌就可能不是這麼大 隔一段時間看就看到很多東西都貴了 其實通脹這件事都不只是美國、英國 香港真的都很厲害 雖然那個排面數字反映不了 那你在香港會開心些嗎?還是在英國會開心些呢? 這些看你個人而已 但是整體的感覺就是 現在的英國周圍都是香港人 現在的香港周圍都是大陸人 變成那個感覺好像有點複雜的 以前來說是去英國 比如我去倫敦多 多數都是看到周圍的大陸人 反而現在大陸人就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它閘著了不讓人出去 香港就很多見開甚至有些認識的都已經去了英國 但是在香港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走一些鬧事的中環那些 你至最近都不斷瘋狂輸入那些所謂的專才 大量溝淡這裏 就是大規模放那些人下來 接著這裏的人就排擠了出去 結果就是撞口撞臉都有一些惡惡惡臉 就是不是很認識的那些 或者那個感覺好像可以在大陸那樣 不是一些熟口臉的人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 有一點開始陌生的感覺 雖然你說整個環境 其實理論上是一樣的 我想再加一段時間 如果有些人不是說幾個月 可能是長一些 可能是幾年這樣再回來的話 你可能見到整個面貌都不同了 我再說一些經濟話題 博士都知道了 去年5月份開始 美國就開始 還有一個加息的租期 金管國就為了 向港元的連續維落 已經四十六次截港元的沽盤了 現在差不多香港的銀行體系的那個結餘 加了七百億 那麼2008年那個時候都二千億 那時候都說跌穿了一個境界線 現在剩下七百億了 博士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有些什麼風險呢? 銀行結餘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境界線的 不知不知道你聽回來 因為以前有很長時間 銀行都沒有結餘的 沒有結餘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如果你那個市場是正常的 沒什麼危機的話 你沒有結餘 代表那個銀行的資金是運用得比較有效率 比較充分 就是回來的錢都可以叫做出得到去 那你銀行其實是左手來右手去的 如果你回來的錢都可以出得到去 不用剩下的 扔掉在這個體系上 其實是沒什麼問題的 甚至某程度上說 如果你的銀行結餘 就是如果在好境之下握得比較緊 是沒有結餘的那些位置呢 那很可能很多錢就是真的進了實際經濟 或者是去了信貸市場 或者進了金融市場 我想十多年前都發生過這些現象 那時候那個經濟挺好的 市都挺好的 所以那個結餘呢 零不是問題 我沒有聽過 就是我做這麼多年銀行都沒有聽過 說有什麼境界線的 但是如果你那個情況不是說經濟很好 或者市場很好 而是說 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不是說很差 但是你是靠金管高去抽走的銀行體系的那些港幣結餘 去叫做撐回那個息差 那就可能是有一點點問題 問題就是 如果香港那個資金進出是真的相對自由 和相對量大的話呢 一般來說 你叫了掛美金 那個市場又相信你 就不應該是那個美港的息差 就是利息差會這麼寬的 就是寬到很大的距離 就是大到一、兩厘米 但是如果 就是你有一個套凳機制 但是也套不到市場是 不是很肯套的 那一會兒就OK的 但是長期呈現這個情況 可能是反映著有些變化了 就是一個可能的變化就是 你現在那些 即是美金的進出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大規模 那麼大量 即是如果你正常來說 你美金進出大規模大量 你美息那個市場在香港來說是活躍的 是活躍的 即是你現在經常說那些資金流都是北水 南水 即是南北水 你不是東西水 南北水其實是你和人民幣套的 即是如果你做和人民幣套 這個就不是聯會的機制 聯會的機制是說美港兩隻貨幣 不是說港人兩隻貨幣 那如果你美港兩隻貨幣的話 那個美金的流通量不是很夠 或者不是很足的時候 就可能呈現這種情況 第二就是 如果你說在最近講 長期來說那個港式是不追上去的 那不追上去 那可能也都在反映著港資浸了錢在這裏 那你港資浸了錢 當然你可以兩看的 你就說很多錢進來了 如果很多錢進來了 真的想著買東西的 那都OK 但是你如果那些錢整天進來了 因為美港式差都闊了一段時間 那進來了 但是又不買東西的 那些錢在那裡做什麼呢 就是以前來說進來了 沒多久買東西的 譬如說 十幾年前我當時是計算的 如果你說美式港式那樣走 那走走了之後 大家兩個月左右的市場就升了 那你現在很明顯又不是這樣 那個港式又淋了一段時間 那些錢是窄了在這裏 窄了在這裏 但是市場又不升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錢進了實體經濟 又不是很覺得是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錢進去做生意 看這個款式又不像 那就是如果你從蛛絲馬跡 不是純粹看樣子的 就是數據都看到的 數據是不是反映了很多錢進了實體經濟 是不是進去了這個營商的活動呢 其實這些數據看不到你的現象 那你錢窄了在這裏做什麼呢 像沒有東西做那樣 就是你錢窄了在這裏做的 這裏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錢不是看前景看得那麼好 反而你看美國那樣 怎麼看不好也好 那些資金的流轉是挺OK的 那流轉是帶同通脹 通脹是高的 那這個你在這個數據印證到 但是你看看香港就不是的 就是流轉量不是那麼高的 銀行貸款那裏是好像一般的 經常看這個數字 那就是變成這裏的港幣市場那個流轉不是很棒的 那變成錢塞在那裏 就是大部分是坐存款的 那坐存款就坐低了 就認識了 那你要金管高的出手就是套高它 那另外第三件事就是說 那個 最近那個美匯一直弱的嘛 美匯一直弱 那你就港幣一直弱 照樣又不是很適合道理的 因為美匯弱應該帶動美元對港元都跌的嘛 美元對港元跌就是港幣升 但是港幣升的時候應該是七半的 不是八半的 那你現在是站在八半那邊 藥方那邊 其實就是 美金已經弱了 你們跟它鬥弱了 那其實又是有個問題 就是似乎港幣又不是跟美金 那跟什麼呢 你說人民幣很弱?又不是 人民幣這部分也OK的 人民幣又不是弱 就是吧 那你 港幣為什麼無緣無故自己弱呢 其實當中可能是 真的有些市場的流通性的問題 或者真的對前景可能看得不太好 變成有錢錯了存款 就是 其實是反映整個貨幣市場的運作是一般的 流暢的程度不是太高 這裏穿上一個話題 博士說現在美元都在弱 在弱著不是在弱著 繼續 是的 你說得到一般 不好意思 美國加息周期現在是不是接近尾薪呢? 投資者這個時候是不是要拋美元 還是買美元呢? 早前你可以這樣說 市場在炒這個東西 真的覺得通脹開始下跌了 應該聯儲局收手了 加上有銀行危機 但是最近的銀行危機被蓋上了 接著數據好像不是太頑端 數據不是太頑端就是好像又要繼續加息了 看到最近的通脹整體下跌 核心就不下跌 真的是不是真的下跌呢? 也不知道 如果一直不下跌 就說5、6%的通脹 核心是5.6% 美國也很難說加多一個四分之一就算數 然後想著想著 可能又怕它會再多一些 所以最近你看到美元其實好像上了一些 那美息又上了一些 你看美匯指數 或者10年息其實就 提到這些位置 支持又多強啊? 似乎不是太容易 再對得太多 畢竟你現在在說美金息 政策利率都在說加到5厘以上 那你10年那些已經跌了3厘多 一厘多兩厘闊 就是長短倒掛倒掛得這麼厲害 其實就歷史上是少見的 即是隨便有一邊錯 要不當然聯儲那邊加錯息 現在根本就不應該不理 那一聲應該倒減 但是你又沒有煲爆 沒有煲爆它又不減住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變成那些10年啊 甚至兩年那些息可能又要追上一點點 現在我想是處於一個膠著的狀態 又沒有必要看過10年期息 或者美匯指數 看得太過單邊 就是太過淡 那說真的就是 你現在在說那些通脹見頂 接著加息週期結束 然後再減息 這個不只是限於美國的 其實其他國家一樣的 你看澳洲、加拿大那些停了一手 接著來講英國可能會停 玩多一會兒 接著到歐洲也會停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停了 要回頭 那我又看不到為什麼只是美金要跌 就是其他那些貨幣應該都是差不多那個命運 就是那些息口到頂 接著大家都會回頭 所以你現在就先炒美國 所以那個美金的息先是看淡了 接著那個匯就先看淡了 那你看淡完之後到其他那些看淡的時候 那個美金息或者匯都會抽上去 現在就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講你見到美匯跌了100 那些10年長時間還有3厘 可能3、4厘 其實不是太落度 接著可能站穩著上去 剛剛說的資金流動可能會出現了問題 這個對銀行或者對金管局有什麼衝擊? 現在就沒有什麼衝擊的 就是因為我剛才說那個是 套燈的機制不是十分之理想 不是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就應該套到港美色差是零的 那個港幣價在7.8的 就是應該是這樣 那你現在又不是套到那個地步 但是又是不是很大問題呢? 那又不是說很大問題的 就是你現在是套燈那一刻做得不是那麼好 那它幫你做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真的出現這些流動性問題 那當然有煲爆了 有煲爆 就美國都好像蓋上了暫時來講 那香港這邊 你那個港幣價值比美金價值更低的話 其實它的流動性視覺就更加好 但是當然 現在我想不是那個流動性的問題 就算美國我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它的問題是 就是一路加價值得這麼厲害的 在銀行甚至是企業的層面 它們那個營商的那個能力都成問題 就是這麼高息的 那你怎麼做什麼生意呢? 很難做的 沒有生意做的話 那大家都很難賺錢 這個是一個很全球化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看到外圍有銀行體系的問題 甚至最近有些外面那些大名的那些 就是國際名的那些說法都是說 那個銀行會不會有 呈現一個系統性的資不抵債問題呢? 就是當然了 你不一定說加銀行都有事 但是其實普遍銀行面對的那個資不抵債的風險是高的 這個是事實 因為你說的長那邊的息這麼短 短的那邊的息這麼高 這個是香港一樣會面對著的問題 因為你掛了美金 變成你香港的Yield curve 跟美國那條一樣的 都是這樣倒掛的 所以銀行那個營商的能力是有問題 那企業是一樣的 如果你面對著一個動接五、七厘的一個借貸的成本 其實你也很難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做生意 是吧? 借五、七厘回來 那你有什麼生意可以找到十厘、八厘的回報 這個現在這樣的環境很難看到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面對營商困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去到那個狼一埋身 那就會有很多問題一起出現 那這些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聯儲局知道、金管局知道 但是你知道又怎麼樣呢?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做壓力測試 沒有市的時候的壓力測試其實是多餘的 就是找來做的 但是當你真的有市的時候 那些壓力是四方八面的 而且都不是說玩的 不是測試的那個程度 那你很大的壓力、勇馬力 往往也都不一定能頂得到 是真的可能會有些問題出現 那些問題都未必是你想像得到的問題 就是你很多時候現在銀行的壓力測試 測試的流動性而已 流動性沒有問題 不等於資產質素很美 不等於你真的有問題上來 你那個資用債是可以掩蓋到的 因為你知道銀行 就是現在說的那個流動性的要求 其實都不是很高的 10-20%左右而已 10-20%的流動性 但是你今時今日呢 你之前見過那兩家出市的銀行也是 它突然間的流動性一沒有 可以沒有幾成 就是這件事情可以反轉得很快 還有資產質素那樣也是 就是你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沒有問題 但是突然間如果那個資產市場 哪個都好 你可能掩蓋某些東西 譬如早前有些銀行 掩蓋一些AT1 那它一舔了的時候 整個市場就死了 那你變成那個流動性 可以一夜間變成很有問題 那你當然銀行 一般來說拿的那些說 國債你打到它沒有東西 但是總之那些其他那些東西 可能是出問題 那你有些資產有問題 有些負債有問題 你當中如果那個buffer 只有10%多的流動性 其實我當你符合了要求Buzzle 3 那些全部都過了 你突然間一浪蓋起來 你真的不敢擔保哪間銀行 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做到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就做了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殺過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敢說情況會怎麼樣 說回大陸的地方債問題 現在貴州省政府都是向中央要求打的 那些債就自己還不到 那這個怎麼看呢? 就是是不是顯示到中國大陸地方的債務危機已經出現呢? 那這個省是不是會破產呢? 他那些債務危機都是很長時間了 已經很多年了 那當然就是 我想一陣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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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早年 就是去年厲害一點的時候 就在起盒爆緊 那現在似乎那個情況就有些 就是有些轉了位 就是好像癌症轉位那樣 他之前就在地產商那裡 他現在就出了些什麼樓市什麼招 接著就叫做好像止住了 但是其實這件事又不是 只是一個sector有問題的 整個大陸 你譬如去發展商 去到地方政府 根本連銀行這三個party 跟他們連資一起去炒樓而已 那如果你就是樓市出問題 或者債市出問題 其實這三個party都是一個問題的 那三個party有問題的時候 現在你救了地產商 或者叫做有些事情做了 叫做頂住先 不等於銀行 不等於地方政府沒有問題的 那你如果個別的去到某一些位 他真的那些債到期了 他頂不了了 那他就叫救命了 說爆了 但是 如果你是零零星星一個濕星省 跟著他說有問題的 那沒有的 他可能私底下擺平 大陸最厲害的 擺平了 他又 他們叫做頂向防水 他又說擺平了 那又可以捱一輪 但是 都是那句 你的息口一路上升 或者那個 資產質素一路向下的時候 轉差的時候 你都很難 很難這樣 一次又頂向 一次又頂點 就搞定了 整整整壓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都很難搞 那所以 就是 最終結果都是 讓一部分的收檔 我看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在政府層面 你很難叫地方政府收檔的 就是 最多就是 中央就捧了它 到時候是中央的肥胖 就是 債務由 地產商 或者私營市場 就升級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就升級到中央政府 其實 你看歐洲那些 美國那些債務 都一樣 是這麼處理的 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最終那些債務 都一直向上升 那你最近 IMF出了一些數字 就是看到大陸那個 整體的債佔GDP 大升了很多 就是跟外圍一樣 那這個我相信 就是它最終解決方法 都是債務轉帳 一路向上升級 然後 就是最終 最高層包底 然後引引之搞定 就是 就是都是不宜的法門 可以這麼說 就知道 這個 是 是 是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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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